觀眾觀眾 我們現在借人的位置 在內湖文德路66巷 就是文德黃昏市場一帶 那麼這邊您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大型機具進駐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邊受到了凱米颱風 它的陣風的影響 那麼下午在這一帶有一顆大榕樹 就直接這樣子倒塌下來 那麼倒塌之後還壓到了電線 所以也導致在這一帶 有500多戶停電了 那麼在事發之後 包含了台電人員還有相關單位 都盡快的來到現場 那麼現在的狀況是說 先把這些路樹先鋸斷之後 再由大型機具把路樹先剷除之後 清除之後才能夠來進行 後續的相關電力的回復 當然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那麼也是來到了現場 那麼現在議員也在我們旁邊 我們就先來問一下 就是議員目前整個清除的狀況是如何 其實五點開始陸陸續續 我的手機電話 包括我辦公室就接不完 很多抗議電話 因為這裡文德66巷 這裡是文德黃昏市場 平時很多人下午會來這裡採買 採買晚餐 所以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集散地 那因為下午就說突然一陣強風 把路樹旁邊 後面我們看到 吹垮之後 把電線壓斷了 造成附近的區域 瑞陽裡 紫陽裡總共有575戶停電 所以包括因為那時候震風震雨其實很影響很多 包括台北市區很多地方路樹都倒塌了 所以公園路燈管理處出動了很多地方到台北市各地去清理 所以這裡地方就說一直公園路燈管理處沒有派人來現場 所以包括我電話很多抗議電話民眾在抗議陳情說 為什麼台北市沒有第一時間派人來清理 所以我緊急的聯繫 包括我跟環保局長還有包括公園處長聯繫之後 後來他們到傍晚大概七八點的時候 調派了三組機具來現場清理 那剛剛後面看到的是 我們看到工程人員已經把所有的路樹先清理之後 然後隨即希望台電人員也在旁邊待命 他們也把相關的備料備好 希望可以把電線接上去 希望可以復電 那為什麼要緊急復電呢 因為包括很多民眾跟我反應 因為下午包括很多老人家 他在家受不了了 因為太熱了 所以就跑到附近的賣場去吹冷氣 那甚至也有人跟我反應說 也有人跟我講說他們家是開小吃部的 也有人譬如說賣魷魚羹的 他擔心如果繼續停電下去 他的冷凍庫冰箱裡面的食材會壞掉 所以一個強風暴雨 然後把路樹吹垮之後導致停電 影響了五六百戶了這麼多人 所以這件事情是影響很大 特別明天又停班停課 颱風登陸之後 擔心說晚上的災情會擴大 所以這一些包括我們的公園路燈管理處的 搶修人員 委外的廠商 甚至即將進場的台電人員第一線 他們都非常辛苦 他們是最帥的 我們給他們加油打氣 那也希望說接下來颱風登陸之後 不要造成太多的災情 我們持續大家做好防災的準備 我們今天因為下午到風非常大 那我們今天剛開始是陽光街 那邊有個變電箱被大樹壓壞掉了 然後就開始搶修 搶修了快兩個小時 已經通電了 結果過不到五分鐘又斷了 變成這邊的 就是五十年的大榮樹 整個倒下來了 然後高一點都壓斷掉了 我們也感謝李明賢 他馬上到現場來 然後叫他們加派人手 因為台北市今天災情很嚴重 他本來說這個要清到禮拜五 那我們怎麼受得了呢 那明顯他就趕快打電話 去跟處長幫忙 請他再多調 他也請外面的人過來支援 所以我想大概在一個小時 應該可以通電 就等於說這些路樹清清理完之後嘛 然後 高壓電就可以配電了 高壓電已經這段都斷掉了 對這一整段上面就空了 他等他接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付電了 因為我家也是一樣 我也是受災物啦 對啊 從下到現在 五百多戶應該也有一兩千人 有有 因為我們裡面將近一萬人 這邊有一萬人 對啊 OK 那所以等於說 現在這個狀況的話 您在第一時間 其實聽到蠻多的住戶 大家都抱怨說這種生意這麼熱 沒有電 大家就說做生意的怕東西壞掉啊 在家裡面霧氣漫黑的 甚至有的手機也不通耶 對啊 所以 手機都不通啦 所以生活過得蠻辛苦的 對啊 但是現在因為台電人員 也就即時來搶修啦 對對對 其實我們是希望它越快越好 不然大家快瘋掉了 對啊 然後又下雨這樣 對啊 OK 好 謝謝理想 立長方便問您的 新疆 三天水的疆 對疆 光明的光 疯煌的光 光輝 光輝 OK OK 我們是瑞昂禮 是 好 謝謝瑞昂禮的禮長 謝謝謝謝 好 我們可以聽到 這個禮長當然聽到很多民眾的 相關的這樣的一個抱怨的狀況 也是趕緊的聯絡相關單位來處理 然後包含它被吸引人禮明顯也是順 馬上就來到現場來協助後續的處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會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會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鎖蘆會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會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會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壓制 depending 快點 然後請 毀自徑 絞 groceries insects 對 Bun 碁